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郭秀云表示 自己是21号早上67点时接到噩耗的 嘉玲是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离世 照顾嘉玲的护士在半夜发现她在睡梦中离世 当时她的丈夫姚武林仍在睡觉 收到消息后 郭秀云打姚武林电话一直没接 让她很是担心 因为疫情这几年姚武林身体大不如前 怕嘉玲的离世让她受到更大刺激 幸好气哥得到消息后 已经赶回到家陪父亲了 郭秀云自己也尽快赶到泰国慰问气也 并送别气妈最后一程 作为曾经宏记一时的光益三大花旦之一 嘉玲自从吸引随丈夫移居到曼谷后一直低调 没想到再被港媒报到 居然已是私人已是 嘉玲原名何佩英 是五六十年代香港电影的大女主 与谢贤戏甲情真 是谢贤的初恋 她与张国荣的交情很深 张国荣当年曾去泰国找白龙王 但白龙王拒绝见她 张国荣只好找嘉玲谈心 没能劝哥哥放下 令嘉玲爆汗终身 她对女儿几年前受访 还曾谈及此事 值得一提的是 嘉玲是谢贤初恋女友 俩人交往了十二年 他们主要合作的时间是在1953年到1965年左右 因谢贤不愿意结婚 嘉玲提出分手 黄博文的出生时间是1958年 不知是在生下黄博文后与谢贤交往 还是与谢贤分手后才生下黄博文 目前 谢贤没有回应就爱去世 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 之前曾多次碰面 小弥斯哥对此非常难过 毕竟是他第一个深爱了12年的女人 50年代一出道就当女主角 与谢贤是领光公司演员训练班同学 与嘉玲一出道就是女主一样 帅气的谢贤出道就受到重用 首部作品《三期奇案》就开始当高女主 之后开始使用一名嘉玲 她原名何佩英 名字颇为绕口 而嘉玲更符合她的气质 之后她拍摄多部作品 成为当时最走红的女星之一 嘉玲气质优雅 表演大方从容 眉宇间颇有英气 再加上爽朗的性格 让她在圈内拥有极好的口碑 她与谢贤堪称青梅竹马 连一同在培训班受训 之后又合作多部作品 渐渐也擦出火花 一向花心的谢贤实则在每段恋情中都非常投入 而嘉玲又堪称她公开认爱的第一位恋人 当时的媒体系里系外都在磕他俩CP 谢贤嘉玲何处找 去香槟大厦蹲点 能野生捕获到他们的几率很高 因为他们经常去香槟跳茶舞 香槟指的应该是香槟大厦 就是TVB经销大厦的原型 戏里大家更是CP磕到飞起 什么嘉玲离去谢贤有怨 什么谢贤扮鬼吓嘉玲 写得两人充满宠溺之情似的 直到快70年代还在磕 两人公开恋情后并没有影响到彼此的事业 五月雨中花 追七季 花花公子等让嘉玲人气走高 谢贤人气更甚 但两人的感情也出现了问题 据悉 当时两人爱的你浓我浓 嘉玲性格比较传统 希望可以早日与心爱的人缔结良缘 然而那时候的谢贤重春风得意 还想再潇洒几年 为此两人发生矛盾 但那时候的嘉玲实在太爱谢贤了 毕竟重视在情斗初开的年纪 那份情感纯真而美好 不掺杂任何杂志 为了能让情郎安心娶自己 嘉玲也没少想办法 有些现在看来不免幼稚可笑 但她一个小女孩也实在没什么高招 就在此时 一位娱乐圈大亨 姚武林出现了 姚武林是泰国华侨 曾经给李小龙的唐山大兄担当外景拍摄携伴人 当时力邀嘉玲到外地去拍广告 恰好谢贤画篇新闻不断 让嘉玲够没有安全感 嘉玲把这事告诉谢贤 大意是有个男仔在追他 想让谢贤吃醋 没想到谢贤静说 这样也好 你去看看 看感情发展如何 情胜就是情胜 这一点不服谢贤都不行 实际上她也并非有恶意 熟悉这老哥为人的人都清楚 在感情上 她其实没少吃亏 你也说不清她到底是花心 还是真心为另一半好 但当时的嘉玲可接受不了 更加坐实了对方没那么爱自己的感觉 于是狠心斩断情思 也不知谢贤是真的心大还是轻敌 姚武林要貌身家都不差 很快便把嘉玲追到手 谢贤才发现嘉玲是真的和她分手了 对于这段感情 谢贤曾言嘉玲是她第一个深爱的女人 在得知嘉玲与姚武林在一起后 她大方地表达了祝福 还与她们继续当朋友 然而分手后还一起合作了英雄本色 1976年 嘉玲突破以往正面形象 在《人海奇花》中扮演心理不平衡 报复男性的女主后 正式退出娱乐圈 之后她嫁入姚家当航门太太 婚后的嘉玲剩下了二女一子 生活也算幸福美满 远离娱乐圈的她安心家庭生活 但也时常和香港老友相聚 多年后 谢贤还带着自己的小女友去见姚武林一家 对于妻子与前人来往 姚武林不仅不介意 还跟谢贤成为了好朋友 嘉玲过去受访曾分别评价过谢贤与老公姚武林 她说谢贤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可以一起玩一起享受生活的好朋友 作为情人感觉非常好 但谢贤是万人迷 当老公会令人缺乏安全感 相反 姚武林把她捧在手心中疼惜 给予她百分百的安全感 嘉玲在二女一子之外 竟然还有一个儿子 这个消息的确令人惊讶 而且还隐瞒了几十年 不过想想也不意外 在那个年代出道的艺人 清白是很重要的 嘉玲在入行前就生了一个儿子 这也算是那个年代艺人的禁忌 而她要报考演员训练班成为艺人 自然就不可能公开这段经历 而在那个年代的媒体也没有这种神通广大的能力 可以随意起底任何人的资料信息 于是就神不知鬼不觉隐瞒了64年 说起来也是相当微妙 嘉玲离世后 媒体广泛报道嘉玲的生平 晒出她的旧照 在其中的一张照片中 看到有黄博文全家的踪影 这就令人好奇两人的关系 而嘉玲的该女儿郭秀云在受访时又透露 干哥即将要启程到泰国送别干妈 这更是令人好奇 嘉玲的儿子不是在泰国吗 怎么要启程到泰国 再有黄博文早前接受东张家的访问 提到9月底的时候才到泰国探望母亲 当时母亲身体并不是太好 母子俩已经两年未见 只能电话联系 把这些信息组成起来 黄博文与嘉玲的关系就浮出了水面 黄博文大方承认自己就是嘉玲的长子 而黄博文今年64岁 也就是说 嘉玲在23岁的时候就生了黄博文 并且还有过一段婚姻 不过在黄博文很小的时候 父母就分开了 他随父亲生活 并被带到了国外 直到7岁的时候才回到香港 嘉玲知道后已经主动与他联系 只是当时嘉玲是当红粤语片女星 不可能透露彼此的关系 这段关系就这么被隐瞒了 黄博文表示 与母亲相认后并没有经常联系 两人都是在过年的时候才会相见 直到他长大了之后才比较频繁联络 后来黄博文入行发展 嘉玲对他的工作非常关心 母子之间的交流就多了 如今黄博文口中的嘉玲就是一个好母亲 好妻子 好婆婆 好奶奶 是嫌弃两母没有任何的不适 这也是对嘉玲最大的敬意 说明两人的关系早就已经改善 黄博文表示 在自己结婚的时候 嘉玲对他的婚事尤为重视 正是这件事解开了他的心索 同时也能体谅明白母亲从前的处境 更让他了解到母亲原来是在乎自己的 因此这也是一个好的结局 而对于母亲的离世 黄博文难言哀伤 并透露母亲在生命之后呼吸一直很困难 离开对母亲而言或许也是一种解脱 希望母亲得到安息 遗憾的是 嘉玲的大女儿去年不幸去世 让她大受打击 时隔一年多 她也闭上了眼睛 到天上跟大女儿团聚了 黄博文认为妈妈是孝苍 离开时很平静 像睡觉一样 她的丧礼已在22号举行 黄博文全家都会飞去泰国送别 90岁胡锋受访悼念 对嘉玲的离世感到痛心 称她的身体不好 生前很多病痛 两人曾合作私下是好朋友 以前总会和谢贤林凤的人吃饭跳舞 她是斯文得体的大美人 罗兰得知嘉玲去世 同样很恶然 称印象中嘉玲说话温柔 斯文时髦总是赶在潮流第一线 商店还没开售 她就已经穿着了 黄博文目前已经启程前往泰国 与她随行的还有女儿 她表示嘉玲很喜欢这个孙女 另外她还透露 嘉玲的遗体如今被安放在泰国的寺庙中 要在寺庙内念经三日 做完各种礼节之后 就会在周六 也就是11月26号的时候火化 希望嘉玲安息一路走好 好 谢谢大家